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这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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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你一样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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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了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还经费时有 能见心已然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中观对威士忠进行折破 这里就是说 你们威士忠承认幻化的境 幻化的舍 香味等外面所有的各种色彩斑斓的这些外景 虽然不承认是实有的 大家都知道 家相威士忠和真相威士忠都承认 要么是毛发一样 一点也都不存在 要么虽然像影像一般 显现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除了心的形象以外 没有存在的 这样承认的 所以你承认这个环境 虽然没有这个石油 但是它可以作为所见 这是威士忠的基本观点 大家学过威士忠的人 应该知道的 威士忠也是承认 外面有没有山和大地呢 暂时虚妄的这种现象 应该是存在的 虽然它的本体不是石油的 但是真的是它可以当作 我们所见的对 所见净 同样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宗观自重 虽然能见的心是一点石油 丝毫的石油的成分 是没有的 但是就像你们无视的所见 作为对境一样的 无视能见的心也好 或者是燕尔比赛生的六根石 这些就可以当作能见 就像你们所承认的所见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大家应该知道 所谓的威士忠 承认空性 但是承认空性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 如果真的一切万法都空 好像变成头角 鬼毛 或者说是一些侍女的儿子一样 什么都不存在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宗观在明言当中 觉得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如刨银 没有任何石油的 但是它的幻现不灭 也可以作为所见的对境 也可以能见的有境 都可以安立的 那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我们轮回当中的一切现象 也可以成立 或者是破灭 所以这个观点 应该大家都要知道 知道这是什么呢 世间当中的 威士忠的观点 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 威士忠的观点 恐怕我们学习论典 有一定的困难 看到没有啦 继续继价 知道了 继续 不能解决 求优伤了眼神 感应该跳不上一滑 你看 大渐站的船航空 自己的船航空 你反对快得要溜运 大渐站的船航空了 你 有什么事 你坐着看看 戴上大渐游站的 风吃的 并不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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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密集不成立的话轮回也是没有 讲过失 这个是辩论和播出 分两个方面讲的 轮回一世法 否则若虚空 下面这里对方是这样说的 是说我们的轮回 大家都知道 生老死病 能取所取 这样的一种本性 每一个路道轮回的众生 都是具有分别念而扭转的现象 那么这个轮回他们都认为 是一定要依靠一个十有的法 十有的法什么呢 就是维斯宗所承认的阿兰耶伊塔吉 当然伊塔吉有清净的伊塔吉 是显现一些清净的涅槃法 不清净的伊塔吉 显现一些不清净的路道轮回的各种现象 他们认为一定要有这样的伊塔吉 如果这个伊塔吉是没有的话 那就像我们世间当中 以前古代没有密土的话 不可能做官网 品质不可能做的 然后如果没有冒险 不可能出现普遍一样的 这个伊塔吉不存在的话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所有轮回的各种苦乐 或者说外面和里面的种种现象 全部化为无有 就像变成悉空一样 完全都是成了鬼毛头脚 不可能存在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这个观点 不仅仅是维持种 包括我们佛教当中的 由不宗和进不宗 他们也是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 外面的设法一定要有一个最小的 无方无尊作为建立的基础 然后心事 无分刹那的心事也一定要具足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万事万物的现象没有一个来源 好像空中旅客 不合理的 当然外道有些成人圣物 有些成人大自在天 这些都是更不用说的 外道的邪见如山 我们也是说之不尽的 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样的观点 其实所谓的优势种 包括优势种佛教当中的 有些小乘的观点 那么就是成为优势种 优势种都认为一定要 出现一件法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最细微的东西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不能现象的 这个代表也做得更不同 这个方法就会用来的 所以走得很容易 是对这些密码的 第三点让我们知道 在这个地方也能够优势的 没有放弃 呢 这地方我就在香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应该要测误他的观点 无时数以时 云和有作用 如心无诸般淋沉度一体 前面吉田论师就驳斥他们的观点说 你们无时的轮回 如果按照你们所承认的那样 真正是依靠实有的一塌气 大家都知道 维日宗承认有一个实有的 就是远离轮取所取的明清的一颗心 这就是所谓的一塌气 这样的一塌气是轮回和涅槃的所现记忆 应该依靠它而显现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你们如果是依靠无时的轮回 依靠一个有时的儿显现的话 那怎么会是起作用呢 就像是十女的儿子 依靠我们世间的一些美女 一切成家生子一样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或者我们用有时法的数章 拿着无时法的头脚来开始挖水垢 挖虫草 这个道理要懂啊 有时法是依靠无时法来无法产生的 因为轮回如果是无时法 而且一塌气是有时法 这两者有时法和无时法不可能互相依靠 如果互相依靠 应该变成因果关系 或者互相依靠的话 它就互相有关系 有关系的话 要么是同地关系 要么是比比所胜关系 这样一来 绝对是不合理的 再加上一塌气和轮回是一堤和塌地 如果是一堤的话 那么无时法和有时法变成一堤 这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不可能的 如果说是塌地的话 那一塌气 除了心事以外的一种轮回 一塌气以外的轮回 那就会回来卫世宗的观点 这样一来 你们卫世宗 应该是你的这种心 所谓的没有索取的心 已经没有主板 没有什么主板呢 因为所谓的一塌气 是不依靠任何的能取和索取 而且它自己就像绥静球一样 变成独立无二的一种法滥 有这个过失的 所以他们自己也确实是承认 像头角或者空中的麻法一样 这样承认的 但是这样的承认其实也是不合理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无事法有一种名言当中也是不存在的 像鬼毛头角一样 有一种名言当中是存在的 如幻如梦 如抛音 如养眼一样的 但是卫世宗认为 只要空性的话 全部都是一点也不存在 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说法绝对是不合理的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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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塌气远离了一切索取 对境没有 这是一个自己明清的 像水晶一样的一颗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没有索取 我们可以以此配礼 能取就绝对不可能有的 比如说 黄色的对境没有的话 能执着黄色的淹湿 淹湿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能取和索取 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观待而安理的 那观待而安理的话 索取没有能取是绝对不会有的 既然能取和索取两者都是没有的话 那么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变成了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远离一切能取所取二种障碍的 如来正等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佛陀其实是他也已经证得了 远离能取所取的 一切空性正前了 而你们现在为师众所承认的话 也是已经造成这样的过失 如此一来 你们为师众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真的造就 已经圆满正等觉的话 那如此一来 你们为师众 就是辛辛苦苦地建立宗派 要求人们闻思修行 修持流浪万行等等 按理这些宗派 有何必要呢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 有什么功德 有什么利益呢 没有 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宗派 不管是为师众的宗派 还是宗观的宗派 就是让人们了解这个宗义 最后让他们获得佛的果位 可是按照你们的观点 每一个众生都有一颗心 但是这个心愿离能取所取 愿离能取所取其实 达到了佛的究竟果位 那这样你们还建立这个宗派 徒劳无业的 一点意义的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知道 为师众在究竟的观点 也就是说在生意当中 他们所承认的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名言当中确实是 他们的观点是非常的好 因为名言当中 一切万法畏信的话 其实我们平时佛教与生活相结合的时候 我觉得是对外境的不执着 一切快乐建立在自己的自信上 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已经在结束这些东西 入层啊 以为我肯定是在自己的适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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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讲的修持有境的正道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了知世俗如幻化一样而修道 还有了知生意空性而修道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分三个方面就是真实宣说 这个真实宣说也有个辩论 世间人对我们辩论 说你们等悟空性或者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如画如梦的话 好像取出烦恼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吧 对方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谁知发如幻 岂能除烦恼 如比幻变时 也谈缩变率 意思就是说你们中观诗 虽然承认历历历历或者上上下诗 所舍的一切万事万物 要知道无有实有 生意当中是空性的 世俗当中如梦 如幻 如抛音 如扬眼 如千道破诚等等 就是幻化八语来形容的 那这样其实你知道了一切都是幻化的 一切都是空性 不一定是去除你的烦恼 难道你真正知道真无空性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是没有贪心 诚心 痴心 以及嫉妒 傲慢党 八万四千烦恼吗 他们认为就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也这样讲 你真无了空性 但是你的烦恼会能减少吗 你听到空性法门 你减少你的相续当中的烦恼吗 那么他说是不一定遣除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以前有一些 古代的幻化石 古代幻化石它通过一些木块 石子等一些东西 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可以换出来 栩栩如生的幻化的美丽 让这个美丽幻化出来 作为一个幻化石 他完全知道 这不是世间的真正的美丽 但是他有时候 他没有分别念 转为造用的情况下 对他生贪心 对他产生一些不清净的让无意识 也是是恶而是有的 那从这个比喻来说明 你知道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或者幻化的话 不一定断除你相续当中的贪欲 当然这是对方给我们讲的 所以他以这样的比喻来说明 可能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有一定的意义 不断是幻化石 世界上有一些雕刻家 对他们自己所幻化的人 生起贪欲的故事也是有 不管是幻化的美女也好 或者说是雕刻的美女 确实是他明明知道 这个是自己做的 不能与世间人一样起作用的 但是偶尔产生一些贪欲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证悟空性 你明明知道它是空性的 但是你这样的空性 实际上是世间的美女 也可能会产生贪欲的 那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呢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疑问 也是这样的一个疑问 很笨为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接受的 很线的对方说应该不会认为 的现在对方说应该是在传论的 这一天的问题的对方的一切 都是一切啊业舰的 是一切绝对方说应该是 这样的疑问我呢 难道保护了 那是一个疑问的 什么疑问 是这样的疑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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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